将军 我时候不多了 这龙凤权掌 就交给你们了 将军 这个是圣母啊 我等怎可轻易认知 他是我们龙凤家族 父亲的唯一希望 你们一定要好好保管他 将军 龙儿凤儿 你们是这一代 唯一的两个年轻人了 去找回遗落的神物 才能振兴龙凤家族 长老 那我们应该去哪里找 我会把你们 装在一个空间之中 得到这枚铜钱的人 就是龙凤家族 最后的希望 最近怎么回事 怎么总做这些奇怪的忙 已经搭了这么久了 也没见到王小妹 回家去了 回家去了 我 把她的裙子 搅到腰上去 二高 看够了没有 没 小妹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在乘凉 乘凉 别废话 过来帮我挑袋水回去 来了 走吧 走 不许看 小妹 又没穿在你身上 为啥不能看 你还想穿在身上 你可真会想 不许看 二狗 不能这样 外人看见会说闲话的 小妹 你和周大猪已经离婚了 你就没想过 再找个男人照顾啊 再说了 这屋子 不就咱们俩人吗 你那张嘴 就是到狐烈烈 二狗 是周城柜 看来建筑队又有火了 小妹 我先去忙了 以后有挑水的活 记得喊我 干活小心点 二狗 你和喜娃在这里先挖着啊 我去去就来 好好干啊 喜娃 几天没活干什么去了 看你妹妹洗澡没有 去去去你那撒狗子啊 你才偷看你妹妹洗澡 不用胡说 老子没妹 老子要有妹啊 老子也看 你妹来了 你妹才 哥 曼哈尼回去一趟 二狗 如果肠狗叔来了 你就说我上茅房了 希望别说我回家 迟到了 去不去吧 这什么东西啊 应该能值几个钱吧 去村长家喝水 什么声音啊 难道是村长老婆生病了 我让你迟到 是 这种车贵说 属了 说有事 居然跑到村长房里去了 二狗 又 村长 你怎么回来了 你咋的鸡血啊 我耳朵又不聋 你跑这来干嘛来了 那个 我口渴了 过来喝口水 行行行 赶紧出去干活去 三宝叔 那个 你陪我去看看地基吧 看看我们挖得深不深 挖个地基 这不是盖楼房 行行行 回头 你可得赖我二狗了 赶紧回去干活去 三宝 你回来了 这个臭小的呀 偏偏拉我看什么地基 我都快累死了 快回倒杯水去 你先进去吹吹风扇啊 我一会儿给你倒水啊 洗娃呢 他拉屎去了 这头懒绿 才走个一下就给老子撂瘸子 每天昌桂叔给你掌空前啊 来 昌桂叔 得进不 记住了 今天这事绝对我能逃出去 放心吧 咱新柳树 走了 晚上找香美去 这也太臭了 去香美家一定会被赶出来的 还是先回去洗个澡 换掉衣服再说 我看着还挺洋气的 就是不知道哪个朝代的 这不是咱们村医张燕吗 不愧是镇里来的 比一般农村姑娘都要摆 喜欢吗 谁 谁在说话 难道是见鬼了 这鬼地方 女人 女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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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死羊辣子 张燕 没事吧 没事 就是被抓了两狗爪子 劲还挺大 哦 那个周延辣是傻子 经常到处没女人 以后见着她 你给她躲得远远的 那个 二狗 你送我回家吧 我怕再碰到那个傻子 你不会遇到那傻子了 我还有事呢 二狗 你就送我回去吧 这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相里相亲的人 要话都说到这一份上 再拒绝好像也不太好 二狗 多亏你了 二狗 这么晚了 你就在这儿睡呗 在这儿睡 你想什么呢 当然是你睡外边 我干嘛睡里边了 不了吧 不了吧 那个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啊 小妹 这么晚还洗衣服呢 是啊 二狗 这么晚去哪儿了 没事 我溜达 二狗 二狗你放开 小妹 二狗喜欢你 二狗 说正经事呢 什么事 你尽管说 你知道 喜娃白天回家 干什么了吗 她干什么 关我什么事 喜娃昨天回家相亲了 好像两家人都同意 人家比你小半岁的 都找到媳妇了 所以啊 我寻思 把娘家表妹介绍给你 你家就你一个人 没地没房的 去他们家 入坠做个孤野 其实也 二狗 二狗 你起来 小妹 俺不想相亲 俺只要你 二狗 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有什么好的 别人会说闲话的 俺不管 俺就要你 二狗 你别逼我好吗 小妹 你是不是 嫌弃二狗家里穷 所以 二狗 你说什么呢 不过 你现在确实需要赚钱 哎 院里有量你大猪哥 以前开过的拖拉机 有点小毛病 修一修 心血还能用 你修好了 可以帮建筑队拉拉砖头什么的 你就不用再干苦力了 别人问起来 你就说给了钱的 免得别人说闲话 小妹 谢谢你 二狗以后 就是你的人了 有什么事 你尽管开口 时间不早了 你快回家吧 哎 哎 哎 走了 这打不着啊 村里的周珊珊 拖拉机就是自己修的 不过我跟他也不对付 排气筒旁边 有个喷油嘴坏掉了 这两天我脑袋怎么了 一会儿男生一会儿女生 我不会装鞋了吧 先试试看 还真坏了 难道 我脑子里捉个神仙 小妹 拖拉机零件坏了 我去镇里看看 现在就去吗 是啊 越快越好 你不是也想我多赚点钱吗 嗯 等赚多了钱 我就可以给小妹 买更多好看的衣服了 嘿 嘿 小妹 你要带什么吗 我去给你买回来 你 你 你给我带一斤盐回来吧 好嘞 是隔壁村的羊腰子 火山哥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二狗啊 这不是刚拉完一趟砖 准备去镇里呢 火山哥 我正好想去镇里 你顺路烧烧我呗 小事 上 火山哥 大家为啥叫你羊腰子呀 你小子问的这问题 还不是因为喜欢吃腰子 哦 那嫂子不管我管吗 那娘们早带着儿子回娘家了 后来去了广东打工 管他呢 老子一个人过得自在 也是 火山哥 最近砖场活多不多 改天也带我拉拉砖呗 你想拉砖 你有拖拉机吗 我才卖了他旧拖拉机 这不 想着跟哥混口饭吃 砖场就是活多 只要你有拖拉机 我跟老板说一声 保你有事干 谢谢了火山哥 小事 改天 请哥消散消散 那肯定的呀 走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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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买东西 你先去买发 行 买个东西在这儿等着 下午我收入送你回去 好 好 没事 Só了 咱们 限大 我现在就知道 这是走 看什么看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我看你是想偷尸吧 赶紧滚大 再看推给你打断 老板 啥事 你这儿有没有拖垃圾的朋友嘴啊 有有有 等一下啊 我找找 来 就这个 老板 这都是旧的了 有没有新的 小兄弟 就这个了啊 要就快点拿走 不要就算了 老板 便宜点 三块钱 三块钱我要了 好 行行行 拿走拿走 来 老板 那我先走了啊 嗯 走吧 二位大哥 有事吗 中傻是吧 说 是不是姓朱的让你去金手指打散消息的啊 大哥 你认错人了吧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朱老板 嘴硬 啊 我亲眼看到你到的朱家修理店 啊 还想狡辩呀 说 嗯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去买了个朋友嘴 你他娘的不知道 朱家的东西不能买吗 啊 我 为什么 说不能买 就是不能买 哪那么多为什么啊 是 一定 一定 以后记得 买东西只能去金手指 明白吗 嗯 嗯 别跑 别跑 爬慢点 别跑了 站住 别跑了 我是揍他 我给你力量 给我力量 你要是能给我力量 就让我跑得再快一点 甩掉后面两个流子 recommendation 唉呦 什么情况啊 这么快 火山哥 二狗 你这脸怎么了 没事 火尚哥 是不是被谁打了 你告诉老哥 老哥给你报仇 是金手指的人 我去了朱家修理天买东西 他们就喊两个牛子打我 二狗 你要记着 以后买东西 千万别去朱家维修店 为啥呀 那金手指的老板 跟镇里的地痞流氓认识 专门找人 和朱家维修店 做生意人的麻烦 今天啊 是你不清楚这里面的水色 以后可得多多注意 小的了哥 那我先去修车了 去去去 记者啊 明天把拖拉机开到专场 我跟王老板说过了 他让你先去看看 好 知道了哥 走吧走吧 小美 今天走得急 这盐也忘记给你买了 没事 下次再买 二狗 你脸上怎么出血了 没事 不要紧摔的 小美 你真美 不理你了 不是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真美 我看你了 你很在那 我看你我看你了 ��의船 翅膜 我看你了 你真美 你看你了 我最爱你了 我就是你真美 我最爱你了 你最爱你了 修好了 小妹 我把偷懒机修好了 二狗 你别这样 让他们看见了不太好 二狗 先去试试图拉紧 救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这些人要像是猪血 来 来 妹妹 二哥哥 没事 二哥哥 谢谢你 二哥哥 今晚要是没有你 我就真的危险了 对了 你怎么这么晚还到山上来啊 我开拖拉机来试车来了 你怎么有拖拉机了 买的 走 讨厌 小妹 去哪儿呢 二狗啊 你吓死我了 怎么了 没事 你这是要去专场了吧 是啊 多亏了你 这部专场老板就找我去看看 挺好 这是好事啊 小妹 怎么了 我想要你 二狗 你快去专场嘛 我也要去割草了 娘姨 小妹 二狗 你跟来干什么 快去忙你的正事去 小妹 陪你就是正事 没有比这更正的事了 二狗 二狗你放开我 小妹 你就从了二狗 二狗一定会对你好的 二狗 我是个有父之父 不值得 小妹 你已经离婚了 算哪门子有父之父啊 暂说了 大叔以前经常出去找女人 哪里还想过你 二狗 你说什么 周大猪一直在外面玩 周大猪之前开拖拉机的时候 经常和洋妖子一起出去玩 妖子可亲口告诉我的 哎 原本以为周大猪虽然总是打我 但至少不会去外面找你 小妹 你没事吧 既然如此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哎 我们赶快走吧 一会儿别被人看见了 你也赶快去专场 好嘞 那我先走了 快快快 火山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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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怎么回事 怎么才来啊 让你早点来嘛 对不起啊 火山哥 有点事耽误了 赶紧走走走 汪老板 老板 我兄弟来了 他呀 对对 我兄弟 帮帮忙 说呀 汪老板 行 小伙子看着挺结实啊 就不知道技术怎么样 放心 技术这方面我打保票 行 既然你洋妖子打保票了 那就留下吧 哎 好嘞老板 不过话说前面啊 在这柳树镇送砖头 啊 送多少件 挣多少钱 啊 按活计筹 明白了吧 没活就没钱 知道吧 尤其是安全问题 自己负责啊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行 那你带他去干活吧 好 好 腰子哥 等赚了钱 我一定带你潇洒 走吧 走吧 今天拉了三十转 可以占三十分火力 好几油泡 那可以轻转二十二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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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可以先 connot掏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想让他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要请不吝点赞 您 请不吝点赞 死就死了 心拼了再说 给我下来 下来 小子 有种啊 来 倒我一下试试 来 神明哥 分什么话 你干他呀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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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小子哥 你怎么回事啊 我们都拉了你车 怎么才来 小子哥 我可能闯祸了 老伯爺 刚才在柳树镇 打两个牛子 两个牛子 啥人啊 好像 一个叫山羊 一个叫矮狗 你 你打他们了 你 你是说你 一个人打他们两个人 我踢了那个山羊一脚 踢哪儿 我可能 我踢了他 你 你踢人 你牛 你 你这牛 牛 腰子哥 你就别开玩笑了 这 他们会不会来专场闹事啊 专场的话 他们肯定不会来 能在柳树镇开专场 我老板以为是吃素的 不过 你这两天肯定得逼逼风头 那怎么办 回咱桃花沟 柳树镇是逼经之路啊 你打的是土霸王的人 你还贴人家蛋蛋 人家肯定会找回来的 先逼风头再说吧 怎 怎么逼风头 这样 你把投拉机放专场里 这两天来回啊 藏我车头里 等过两天发了钱啊 好好摆上一桌 希望可以消灾 好像 也只能这样了 各位兄弟啊 我是羊腰子 交保护费了 羊腰子 这事跟你没关系 看在你跟咱们霸王的面上 你可以走 车头里那小子得给我放下 各位兄弟啊 他是我老弟 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我一定还上 给我给面子 给面子 我都被替会了 我给你什么面子 二狗 起来 小妖子 今儿你是诚心跟咱们霸王帮 过不去了是吧 啊 小妖哥 直接砍了吧 砍了 我感觉到了 我的力量 比较比较大 二狗 上车 二侯 怎样 贵吗 刺激 真刺激 哥以前没看出来 你小子打架是一块材料 你说 你以前怎么没露过一手 上次周珊珊 那么骂你 你怎么没打他 那我不也骂他妹了吗 你小子 腰子哥 真看不出来 你打架真猛啊 别提了 现在胖成什么样了 不是 你跟周珊珊到底咋回事啊 啥意思腰子哥 你是说这件事和他有关系啊 你傻啊 除了你我 谁知道你藏在我车头里 车倒也是 不过我们也没什么身受大恨啊 就是 但是小时候过家家 为了洗帘办谁媳妇的事 打了一家狠的 这不 他这么急愁 干什么啊 你们俩 你看 一根毛大的事 你俩至于吗你 别提了 他不服老子 老子也不处他 行行行行 赶紧赶紧滚 走了啊 不是你小子急什么啊 走了走了 今天明天早上早点到 回子在这儿等着了 哎呀 感觉怎么样 谁 谁在说话 你不用怕 看看你胸前挂着的钱币 我就在里面 难怪自从挖到这前面 和这一次打架 哪一次都是帮我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说话 你可以叫我龙兄 还有我的妹妹 你可以叫她凤妹 我可以给你力量 而凤妹可以给你智慧 帮你想办法解决难题 真的有那么好 那当然 好 那我戴上 不过 明天打架可得帮我 跟你接触的时间太短 还不可以给你太多 你自己要小心些 只有把我们贴身 带在身上越久 我们和你心神相连的 才会更加紧密 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你 还有 我们的事情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好 那我天天带 绝对保密 这样好了吧 喂 喂 这上面的龙线和凤星图案 好像比刚刚挖到的时候 更加清晰了 钱也更亮了一些 现在我可是有龙兄凤妹劝过的人 难道还怕他挤到保护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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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啊 谁啊 小妹 二狗 哎 臭二狗 这么久才来看我 啊 怎么了 痛 这屁股 你屁股怎么了 哎呀 二狗你怎么流血了 刚才来的时候 被狗追了 你被狗给咬了 不是 追我的时候摔倒被刺给扎打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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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你慢点 脸着肉疼 哦 大男人 我 这点疼就酷蝶很疼了 像什么话 哎 忍着点 嗯 一定要用点酒消毒 不然发炎可就麻烦了 真像两个窝窝头 哎 哎 小妹 那你想不想啃两口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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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吧 你 兄弟 你让开 我就当昨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至于你身后的那个小瘪犊子 提倡了老子兄弟的 老子今天必须废了他 小子哥 你们认识啊 曹君 你第一天认识我是吧 以前你哪次被打的时候逃过 我知道你讲义气 但是今天呢 你站错了队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姚姚子 姚子哥 要不 你先走吧 我给他们打一顿出出气算了 松什么 干就完了 你 你 你小子怎么回事 昨天不是很猛吗 别乱着 是 我今天怎么这么热 和昨天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档子 卢叔呢 太好 你今天打不过他们了 凤妹 我要你保抵人 干什么怎么办啊 我肯定会去追你 你的那个兄弟自然就没事了 他娘的都跑了 小子 追 追 快点 二狗你跑什么跑 站住 别看我站住 狗逼龙兄 你说什么给我力量 给我力量 就让我跑啊 这个不能怪龙兄 我们和你的意志还不是很相通 刚才 他本来想传递一点点绝招给你 谁知道你根本接受不住 今天没有办法给你力量了 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人呢 人呢 走 找找 抓小偷啊 救命 我不是小偷 我是进来赌坏人的 对不起 你弄疼我了 嗯 既然来了 不如做朋友吧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忘了我家 就是我的人 早就听说成林的女人开放 没想到这么开放 喂 小子哥 你大爷 小子哥 你为啥踢我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个闹钟也陪我怎么啦 小子哥 我真不是故意打 当时打不过 我是想着 我跑 能引开他们 你不就可以脱身了吗 脱身脱身 脱个屁啊 你以为老子是能不讲义型人吗 他们追你 我肯定追上去 急我 拖垃圾本是想走了 小子哥 早上确实出了些状况 我才想引开他们 咱们现在什么都别管 我去帮你把拖垃圾抢回来 抢回来 抢抢抢抢 人家肯定早有准备 就等着我们上钩 抢 抢 二狗星别着急 我帮你想办法 不是 你小子没病吧 你想到办法了 老板 给我来使把大砍刀 好 干什么小兄弟 你别管 你只管拿去就是了 小黑啊 那是把大砍刀 好 那 刀 老板 晚上十点钟之前 把货送到王家村村口 好的 这二十块钱是定金 剩下的货刀再给 兄弟 你们去王家村干什么 别废话 我二狗的事情你也敢管 来 来 你刚才说那个叫二狗的 在你店里买了十把砍刀 要晚上十点去王家村 是的 是 霸王哥 又是那小子 他 活得不太烦了吧 听说你一直想加入霸王帮 今天你立大功了 以后你就是霸王帮的人了 真的 谢谢霸王哥 回去跟你师父好好说说 晚上让你去送货 你把他们给我引到王家村前的 小山奥里 只要这件事办成了 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好好 我一定办到 山阳 你和矮谷 马上召集兄弟和我一起出发 这小子 竟然敢偷袭我土霸王的老巢 我要让他知道 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 得嘞 你说他们肯定会去吗 我也不知道 赌一把 那 这下该怎么办 接下来 我们就不能在柳树镇出现了 为啥 因为 我们已经在王家村了呀 对对对 你小子可以啊 朱老板 我们来你这儿坐坐 你们是 朱老板 你放心 我们是一条战线的 一条战线 不明白二位兄弟 什么意思啊 朱老板 上次 我不是在你这儿买了个朋友嘴 得罪了金手指的八王包吗 你还记得吗 我跟这位兄弟 正在想办法对付他们 所以你说 我们是不是一条战线 我们是不是一条战线 在我这儿买过朋友嘴 还是一个旧的朋友嘴 你再想想 想想 想想 对对对对 我记下来了就是你 听说他们打了你们 怎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不过 我这兄弟的拖拉机 被他们弄走了 今天晚上 我们想在金手指修理店 给他弄回来 所以 我们就想在你这里待待 好 好说好说 来坐坐坐坐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喝点水喝点水 谢谢老板 谢谢 不瞒二位兄弟说话 待在我珠山水这儿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你们去了什么 其他别的什么地方 不出十分钟 那帮二六子 尊保造堂门来 对对对 老板 你帮我们弄晚饭 钱咱们照付 兄弟提前就见外了 晚饭就在我这吃 有酒有肉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啊 猪老板人可以啊 来来来来 吃着吃吃啊 那个 姚老丁啊 敢跟土霸王作对 来 老哥哥敬你 这位小兄弟 你也是好样的 来 老哥哥也敬你一杯 好好好 朱大哥 别这么说 大家都是兄弟 都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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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都是兄弟 吃吃吃吃 朱大哥 感谢你的款待 我们兄弟要干正事去了 二位兄弟 要不是我开了这破店 真想跟你们一块去 大哥 你有这个心意就行了 今晚要办的事 我们兄弟就足够了 走吧 谢谢二位啊 慢走慢走慢走 二狗 你确定今晚没有多少人 这个 百分之九十九了 行 那就是确定了 腰子哥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没啥不一样 我每次啊 晚上来柳树镇找女人 他们都这样 东火通明的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里面的动静 有什么不一样 你这样一说 好像是有点不一样 以前啊 他们都打牌 每次都很吵 今天很安静 那就证明 里面没人 那等什么 走呀 走 胖子 你不是去王家村了吗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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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小子脑壳子追灵啊 你小子脑壳子追灵啊 哎 哎 这些流子果真都走了 哎 架都没打 车就到手了啊 我也就是不负运气 哎哎 哎哎 咱俩啊 找王老板 借了摩托车 进摩托车 进摩托车回去 好嘞哥 走 哎 哎 走啊 兄弟 姚子哥 嗯 这路上也看不见 晚上去我那儿睡 去那儿 去那儿 有啥意思啊 我找女人去 哦 嘿 走吧 哎 走啊 兄弟 哎 哎 哎 找姓妹去 嗯 嗯 姓妹 是我 你这个坏蛋 父母 父母 你算送你 我 父母 shelter 谁 我 二哥 起来吃饭了 二哥 不要了 起来吃饺子了 好吃不够饺子 别了 腰子哥 臭小子 昨天晚上 爬他下墙头了 腰子哥 你别爬 哥要是不爬 那么晚着急回去 你跟哥哥学了 太什么色奥 哪个男人不爬女人墙头 不上女人踏 爽就行 你那么行啊 脑袋还挺好使啊 把老子骗到山窝窝里为了一晚上蚊子 嘿嘿嘿嘿 羊腰子 昨天老子已经放你一马了 可你也太不实笑了吧 竟敢耍老子 今天连你也一样 都别想完完整整的过去 没事 这流子老子一过一个 你放心腰子哥 老子也不是你捏的 都讲一起啊 给老子上 二哥小心 别愣着 快上 看什么看 上啊 废物 你们还等什么 扶老子上医院 走快走 早上走 没事二狗走 快走二狗 走啊 哎呀二狗窑子 您俩可算回来了 赶紧啊 拉两车砖头去桥头部 那边的小学等着砖头修补教室呢 啊 快去 哎呃 老板 呃 二狗今天不舒服 我得看着他 要不你还是叫周燕山去送 哎 怎么了 没事 咱们去送 嗯 呃 你行吗你 行 已经好多了 行 那就就就 赶紧吧那就 一会儿着急的 啊 快走走走 走吧走吧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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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喝点水 喝点水喝点水 哎 老学长 哎 我看你穿头要的这么急 怎么没见有师父气抢啊 哎呀别说了 本来都说好了 今天一早就来 可这都中午了 也没见人影啊 哎呀 说来不是怪咱们学校穷吗 要个几块钱 还有东打报告 西打报告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来 这个样子 谁来给咱们干呢 原来那两个师父 还是看我的面子才来的 老学长 改日啊 我和妖子哥一起帮你来 不就两车砖的事吗 哎呀 那这事太好了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 赶紧洗手 马上菜就好了啊 哎 好 哎 哎 妹子 我们来帮你 我来帮 我来帮 谢谢啊 你们是从哪来的 啊 我们是来给送红砖的 哎 你一定是学校的老师吧 我是来这边实习支教的 我学校还没毕业呢 啊 知识分子啊 哎 水 来了 来了快快快接着 谢谢 你们要洗手是吧 哎 我帮你们舀水 哎 哎 大哥 怎么样 好点没 奶奶的疼死老子了 小别独自 等老子出去 可我怎么弄你 大哥 你尽管说 怎么弄这小子 你给大家划猪根倒出来 让山阳哥带着兄弟们 拼了 你傻呀 你拿什么跟人家拼呀 就你小子 一天呜呱呱呱一身本事 就是不长脑子 行了 等我出去 再想办法弄它 哎呀 妈呀 二哥哥 你强气的蛮有水平的吗 妹子下课了 我刚才听 你唱歌上的蛮好听的 再唱给我听听呗 你又不是我学生 我才不跟你唱呢 聊啥呢 陈老师 你是教音乐的吧 也不是 小学区老师 所以我语文美术音乐都讲 那陈老师全都会 男人一个 是吧 别宽我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 金妮啊 多亏了你们呢 要不是你们 这墙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搞好呢 哎 老学长 您客气了 有说不定还要你帮忙呢 对 放心 只要我这把老胡头 能帮到的地方 尽管说 嗯 你们慢走啊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好 好 好 哎 走了 走 哎 二狗哥 你能烧我一程吗 我一会要去镇上 可以啊 那你等我一下 哎 哎 哎 二狗哥 我来啦 好 快下车吧 嗯 来 走啦 嗯 哎 哎 二狗哥 杨大哥走冷啊 没事儿 随他去吧 咱们慢点安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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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狗哥 怎么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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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飞子 怎么办啊 我又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 喂 妈 莉莉 你怎么了 我今天带着学生搞活动 有点迟了 我就先在学校里住了 你们俩不用担心了 这丫头 住学校也不早说 害得我和你爸担心死了 吃饭了吗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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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 二谷哥一会就修好它 已经来不及了 赶不上最后一班木班车了 莉莉 你饿了 走 二狗哥带你抓山鸡血 快来 来 哦 对了 妹妹 你全名叫什么呀 你说 你父母怎么舍得 让你个城里姑娘来这里教书啊 我叫陈莉莉 我喜欢当老师 所以便报名来这个村里面实习支教 你父母定不过我 只好让我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 嗯 二哥哥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 没想到 在外面烤火 原来这么浪漫 浪漫 烤火也叫浪漫 嗯 你要喜欢的话 隔天天给你浪漫 讨厌 小心烫 鸡腿 谢谢 二哥哥 你这么会讨女孩欢心 一定有很多女朋友吧 没有 没有 鬼才信 真的 喂 你要困的话 你就睡 哥守着你 真的吗 当然真的 哥怎么会骗你呢 那 你不会对我使坏吧 放心吧妹 哥就算使坏 也得在你清醒的时候 讨厌 是吧 那好吧 二哥哥 你怎么也睡着了呀 你不是说守着我嘛 你昨晚怎么也睡着了 我是在太困了 就睡着了 好吧 那原谅你了 哎 哎 莉莉 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呗 怎么了 给专场的王老板打个电话 哦 让他喊羊羊子哥过来 开拖来机帮我们拖一拖 行 号码是多少 153 嗯 7164 哎 给 喂 哪个 喂 我是二哥王老板 这个你帮我叫羊羊子哥过来下呗 二哥 你不来厂里拉砖搞什么呢 工作还要不要了 王老板 我拖拉机掉坑里去了 你帮我喊羊羊子哥过来 拉一拉 哎呀 你就是试诺 跑到哪里了 就在桥头部昨天送砖头的山路上 都放一晚上了 等着吧 哎 好嘞 嗯 莉莉 可能要耽误你上课了 羊羊子哥过来还得半个小时呢 等呗 反正已经等了一个晚上了 也不在意这半小时 哎 还真是巧 这是我常坐的那个村民的摩托车呀 哎 王师傅 陈老师 是你呀 昨天没叫车 也没说早上要去接 我还以为你今天休息呢 怎么在这里啊 这不是做了我哥哥的拖拉机吗 结果你看 现坑里了 还得麻烦你送我去一趟学校 好的好的 你上来吧 谢谢 二狗 那我就先回学校了 莉莉 你 你 你电话号码给我呗 嗯 二狗 那我就先回学校了 你要是想我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 嗯 哎 哎 姚子哥 姚子哥 哎 姚子哥 二狗 哎 你怎么回事 昨晚就在日过了一夜 是啊 那 小美女呢 哎 昨晚你就回学校去了 那 浪费啊 哎 好嘞 姚子哥 哎 对了 今天路上安全吗 安全 没见到那帮孙子 估计昨天没打得不轻 嘿嘿 行 那赶紧把我车拖出来吧 行 哎 哎 哎 二狗 烧光回来了 张燕 你咋来了 我是特意来找你去我们家吃饭的 那天的事情 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那个都是小事 不用了 我妈千叮您万嘱咐 让我今天务必请你去家里吃饭 你就不能推辞了 不用了吧 哎呀 走了走了 妈 妈 二狗来了 二狗来了 快进来坐 哎 张燕 哦 二狗也在啊 小妹 咋 你也来了 就兴你来 不兴我来 哎 张燕妹子 给我找包耗子药 哎 嫂 我这里没有耗子药 匹刷 给我拿包匹刷 匹刷 匹刷我这也没有 那给我拿包卸药吧 这总该有了吧 嫂 卸药也没有 你要是便秘 调理肠胃的我倒是有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那算了 张燕妹子 你忙 哦 嫂先走了 嫂今天这是怎么了 可能 家里有耗子吧 走吧 哎 妈 多好没 哎 小妹这明显安装给我看的 要是今晚不回去 这小妹就玩完了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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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啊 二狗呀 第一次来咱家吃饭吧 以后可得尝来 一定的 来 二狗 陪婶喝一个 感谢婶 为二狗做着我们都好吃的 二狗尽婶 二狗 不用谢婶婶 要谢就谢我们家张艺儿 你以后可不许你欺负她 要对她好点 房子咱家镇上有 以后咱娘俩全靠你了 婶儿 我一直对张艺儿很好的 我可不敢欺负她 这辣狗真是个愣子 连这么明白的话都听得起来 来艺儿 陪二狗喝一个 来 妈 我不喝酒 不喝什么不喝 二狗又不是外人 喝一个怎么了 来 张艺儿 一起喝一个 你看 二狗等着呢 来 快喝一个 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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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喝 这是在家里 怕什么 喝喝喝 喝喝喝 一儿 一儿 二狗 快把一儿包踏上去 踏上 想什么呢 你让她在桌子上睡呀 哦 对对 二狗 来坐 再喝一杯 喝了这杯酒 咱们仨就是一家人了 这 这 这有什么者 喝呀 二狗 二狗 婶儿 我该回去了 二狗 这么晚了 她找你干嘛 还是陪我们家张艺儿 二狗 出来 有事和你说 就来了 二狗 二狗 小妹 你咋了 你别出来呀 在里边睡得了 还得是镇里的女人 比我可强多了 小妹 谁也比不上你啊 你别碰我 你 我偏碰 放开 小妹 原谅二狗吧 二狗知道错了 错哪儿了 你说 二狗不应该去刘沈家吃饭 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骗人 吃饭哪有吃那么久的 真的只是吃饭 哦 还喝了酒 二狗 我不是不同意你找个正经老婆 只是那个女人是离了婚的老女人 不许你碰她 小妹 二狗都听你的 走 你 走 二狗 你是不是怪我呀 耽误你好事 怎么会呢 十二个不对 我不应该搭理别的老女人 我是说张晏 她是个好姑娘 你 你有时间 有机会就把她给要了吧 我再也不会干涉你的事 我不想娶别的女人 我只想守着我家香妹过日子 胡说 胡说 我想清楚了 嗯 我不介意 也不干涉你找女人 只要你心里有我 就够了 只要你心里有我 就够了 好 二狗 叶花 来了 谢谢老板 没事 喂 二狗 我是莉莉 莉莉啊 怎么 这么快忘了我呀 怎么会呢 你那么漂亮 二狗 出来吃午饭 我请客 不要了吧 专专有饭吃啊 你到底来不来 好好 我这就来 二狗 你怎么了呀 那个我身上脏 别弄脏你了 哎呀不脏 二狗 你看我今天穿的好看吗 好看好看 你看都没看 你就说好看 看到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 很不尊重女性的 这里人太多了 等会儿看 等会儿看 好吧 走吧 就这吧 两位吃点什么 来一个小炒肉 再来一个青椒炒蛋 再来一个油麦菜吧 好的 稍等啊 莉莉 脚怎么了 是不是晚了 都怪你刚刚走太急了 肯定是把脚给扭了 要不我帮你揉一揉 不要 臭二狗 男人真不好当啊 我说你坏就是坏 好好好 我坏 行了吧 菜来了 还有一个菜 稍等啊 老板 再来一瓶啤酒啊 好的 来 对了 这个给你啊 不行 我不要这玩意儿 旧的 没事的 旧的我也不能要啊 你不想我吗 这和想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要是有手机了 你想我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呀 好吧 那我收下了 等我赚了钱 给你买新衣服 这就对了嘛 那 二狗 赶紧回去 怎么了 龙凶兽内伤了 你们的意识不是很相通 你现在特别的危险 那我该怎么办 赶紧回去 回去我再告诉你 二狗哥 怎么了 莉莉 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晚上给你打电话啊 富美 我到家了 该怎么办 去床上躺着 我不叫你不要起来 啊 怎么样 富美 可以了吗 二狗 二狗 我在呢 二狗 你这是咋了 被鬼上身了 小妹 我暂时还不能动 你去帮我做点吃的呗 哦 好啊 你等着 二狗 我给你带了包子 二狗 嗯 你怎么了 生病了吗 张燕 我没事 包子你拿回去吧 我不饿 做好了怎么能拿回去啊 那个 昨天我喝多了 我妈跟你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你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啊 我没有 你很好 真的啊 那你就是喜欢我了 嗯 现在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龙熊疗伤 而且等下小妹来了一会碰到一起不是麻烦了 哎 张燕 包子我要了 那个 你先回去吧 晚上 大姑娘在我家被人看到不好 好吧 那你记得要吃啊 我明天再来看你 二狗 我给你下了面 你快起来吃啊 小妹 你先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吃 那你一会儿起来吃 我先走了 小妹 完了小妹肯定误会什么了 唉 为了龙熊豁出去了 二狗 辛苦你了 可以了 再不可以 我半条命就没了 二狗 这次是咱们共同度过了危机 有了这一次的事情 我们和你的信念也更相通了 好 有什么好处啊 二狗 为了报答你把我们弄出土 先告诉你一条彩路吧 什么彩路啊 说 二狗来了 快快坐快坐 叔 这次来是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你有什么好消息啊 是这样 二狗这次去城里 认识了个城里的大老板 唉 你看我这身衣服 再看我这手机 确实不一样了 是吧 手机给我看看 是好东西啊 好东西 呵呵呵 说 您想不想要这东西 那太小了 不过 没几个闲钱 呵呵 要不借我玩两天 说 借就不用了 二狗到时候 送你一步 又这好事啊 当然 你说说 我我听着 说 是这样 这城里的大老板 要收购咱们领的水蜜桃 价格呢 就按照镇上的价格一样 绝对不会让乡你们吃亏的 不过 有件事得麻烦一下 什么事 你说 只要书能管 绝对给你办好 是这样 这大老板 要求咱们全桃花沟的乡亲们 都签一份合同 并且 咱们这水蜜桃 可就不能卖给别人了 钱呢 在收购水蜜桃之后 一个月内就能结清 这钱合同不卖给别人 倒是可以啊 只不过 这付款期限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按规矩 这拉了桃子 就应该给钱呢 叔 现在城里的大老板 那做生意都是这样的 这合同都签了 你还怕他不付钱吗 我倒是没啥 就怕乡亲们 不大相信啊 实话和您说吧 你是我叔 我也不瞒你 这合同 你帮忙签 这报酬嘛 就是一部价值两千块的手机 叔 你看怎么样 二伯 这事绝对是个好事 能帮着乡亲们走销路 能带着乡亲们致富 那是我周三宝的责任啊 你放心 三天之后 你过来拿合同 我保证这桃花沟 所有中了桃手的果农 都给你签了道 好嘞叔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这事你帮忙办着 我就跟大老板汇报一下 你放心大师的 这事交给我 保证给你办得妥妥当当 那手机 手机我三天内就给您送来 好嘞 叔 那我先走了啊 慢走啊 二狗 走了 啊 富美 水蜜桃到底要怎么销 怎么 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富美 不是不信你啊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大了 不弄清楚 我担心对不住乡亲 那好吧 你现在就就到市里去 去找农业局的陈局长 他正急着要过缘 记住了 我哪有一块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 富美你疯了吧 水蜜桃在镇上卖得最好的时候才五毛 现在是旺季最多卖三毛 你尽管要 市里就那家 那边都挖过来啊 挖过来之后 把这边都填平啊 王老板 您帮个忙 怎么了 能给我支点钱吗 要多少 一千 一千 二狗 你那哪干那么多活啊 你这算过来一共也就才干了五六百 你要一千 抢得了你 王老板 您就咱们帮帮忙 以后我肯定会好好工作的 不是 没干那么多活 我没法给你开那么多工资啊 老板 把我的也鞋给二狗吧 那够 小子哥 不是 你要用钱也不跟我说一声 不拿我当兄弟是吧 小子哥 我刚才一时兴起 没想那么多 好好干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这人不错 这人不错 来 小子哥 喂 继续干啊 咱们兄弟啊 不用说那么多 搁斗 走走走 那我先走了啊 那边都整点可以 没事没事 我继续忙了啊 你长挺不错嘛 小妹 干什么呀 抱一下抱一下 我去 住手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挑戏男家妇女 谁啊 小子 稍管闲事啊 赶紧跟老子滚 有流氓 抓流氓 抓流氓啦 你等着啊 你等着 刚刚真是谢谢你啊 没事 对了 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周二狗 你呢 我叫杨美玲 对了 你知道农业局怎么走吗 农业局还往前走近里路 要不这样吧 我带你过去 好 走 陈局长 你是 陈局长 我叫周二狗 是从柳树镇桃花沟 哎呀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我还忙着呢 啊 我听说 你这儿收水蜜桃 我这刚好有门路 所以就自己找来了 你有水蜜桃 哎 我要的可不是 零零散散几斤几两 你有多少可以卖啊 多的没有 有一千多棵树 也就十来万斤吧 你有十几万斤 哎 坐坐坐坐坐 你真的有那么多的水蜜桃 真的 有一千多棵树呢 哎呀 好 这样 你把水蜜桃都卖给我 我全说了 陈局长 你准备出什么价格 二狗啊 咱们这个大量采购水蜜桃呢 是为了给乡店们增加收入 所以这个价格呢 要比市场价 稍稍便宜一点 这 现在市价是多少 哎 这个现在这个市场价呢 也就是五六毛的样子嘛 要 一块钱一斤 是一块都成要的起 反正他们给的价钱是一块二 净准备好 差价也能有一万的 行 价格呀 我认可 但是采摘费我们不出啊 就派车子过去拉货 其他的呀 一概不管 没问题 好 那咱们合同签一下 哎 你看一下啊 没问题的话 你签个字 顺便啊 把手机号留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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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啊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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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狗 事情办好了 一切顺利 走 陪我买个手机选 喂 莉莉啊 二狗啊 你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 我在上课呢 我刚新买的手机试一下声音 行了 那你先上课吧 好 莉莉 二狗 这莉莉是陈莉莉吗 是啊 怎么了 她是你女朋友 就是朋友 陈莉莉是我老同学 巧吧 这么巧 难怪刚才去农业局 什么 哎呀 好了 我送你去搭车 不然就赶不上车了 好 二狗就在这里等车吧 好 哎呀 这对狗男女还挺狠爱嘛兄弟们 这狗爸爸 二狗 你 你们认识啊 何止是认识 还是老朋友呢 嘿嘿嘿嘿嘿嘿 你们 你们想怎么样 干什么 你上次把老子倒进医院 今儿刚出来 哎呀 这不碰巧了 摆后一下 嘿嘿嘿嘿嘿 二狗 别理他们 看他们敢怎么样 黄毛 啊 哼 怎么样 这娘们长得挺不错 给咱哥几个试试呗 哎 哎 哎 美丽 快跑 走他们别想跑 给我上 呀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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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起来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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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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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你要干啥 小别犊子 走 叔 这合同准备得怎么样了 有你叔处吗 签得差不多了 不过周深人家不肯签哪 这小子狂得很 就说这陶烂在树上 也不卖给你 叔 无所谓的 少他一个不少 多他一个也不多 不过说到底 这时候还得麻烦叔了 叔 来 答应你的手机 太漂亮了 这诚意的大老板 出手的就是阔洁啊 叔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去忙去忙去忙 去吧去吧 二哥哥 想啥呢 是连妹啊 今天没读书啊 今天周末啊 你不知道吗 今天是周末对 我这不读书的人 都不知道日子啊 听说 你包下了村里的桃子 不过不是我买 是城里的大老板 你说 我买这么多桃子干嘛 我又吃不掉了 也是啊 不过 那么多桃子 你要怎么摘啊 喊咱们自己人来摘不就行了吗 工钱 就按一毛钱一斤算 这样咱们乡亲们 还能多赚一点 好 真没想到 二哥哥 你还为乡亲们着想 小妹 你桃子自己摘过啊 一斤加一毛 哇 这么好的事情啊 都一毛钱一斤 那我肯定去 什么时候开始摘啊 来 明天愿意过来 帮忙摘头子 就过来登记一下 我登记 给我登记 好 来来来 咱们也去 香味 还有我 还有我 小红 春发 哎 牛菜园 你去不去啊 不去 哎 菜园 菜园 这么好 我赚的钱你不赚 你干嘛去呀 来来来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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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等 见 喂 莉莉 我不跟你打电话啊 你是不是就忘记我了 怎么会呢 我不是今天忙嘛 明天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明天要我去帮助你摘桃子吗 莉莉莉 莉莉 你怎么知道我明天摘桃子啊 这个你别管 反正我知道就是了 啊 没想到 你越来越神秘了 我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子哪来的神秘 好了啊 你早点休息吧 记得都给我打电话 嗯 好嘞 哎呀 三毛叔 二狗啊 二狗啊 三毛叔 你就别摘桃子了 你是做大事的人 没事儿 帮我管管过程的事儿 积极数 工资啊 给你开双倍 哎呦 哎呀 好嘞 这事就要跟你二叔啊 绝对没有半点偏诈 银花神 你也一样 帮我送些茶水到山上去 我啊 另外 再帮我安排几个会做饭的女人 沈沈的工资同样也是双倍 好嘞 没问题 那我先走了啊 行去吧 去吧去吧 不错吧 我这个村长没摆档吧 这好事情总少不了咱家了 你一整天 就把那所有的功劳都往你那破村长的头上吧 人家二狗是种情义 他是没忘了以前给他奶喝的事儿 你去给女人呐 哎呀 快点 不要跟我 说 喂 好嘞 我这就下来 啊 三毛叔 哎 二狗啊 这一车呀 是一万斤头的 行 那你喊他家吃饭 我要压车去试点 小五没回来的话 我不开给他 哎 好嘞 放心吧 二狗 家里有书呢 一点事都不会有 走啦 书 慢点啊 陈局长 二狗啊 这些车装的有多少 这些车啊 有余万勤 行 那进去卸车吧 师傅 来 师傅 开家门啊 二狗 陈局长 这是一万 你说说 陈局长 不用数了 我信得过你 二狗 那你赶紧回去 装另外一辆车 我已经跟厂里说好了 他们的财务啊 要等到晚上 给咱结完账再走 好嘞 陈局长 家里已经在摘了 回去就能装了 那行 那你赶紧回去装吧 过来是给我打电话 师傅 回桃花狗 喂 三毛叔啊 二狗啊 你赶快回来 家里出事情了 怎么了 摘桃子的村民吃了午饭之后啊 全都拉折肚了 有两三个比较严重的 已经送去医院去了 什么 师傅 快停车 喂 陈局长 下午货可能送不来了 村里好像出事了 二狗 你别着急啊 厂里那边我和他们说 麻烦你了 陈局长 那个卡车我先让他回厂里 我还得回去处理事情 你在原地等我啊 我送你过去 二狗啊 别那么紧张 干大事的人 一定要赶紧面对一切困难 陈局长 你不知道 我二狗从小就没了爹娘 是乡亲们养大的 这前世小事 要是害了乡亲们就 我死都尝不了 好好的怎么会拉肚子呢 那些做饭的婶人 应该都是脚背生的人啊 三毛叔 这 这是咋了 二狗啊 我也不知道是咋了 大家吃完饭就开始拉肚子 这肚子疼的 不行了 不行了 三毛叔 二狗啊 我们乡亲们吃了你送来的饭 这鸡体挠肚子 你说 咱们 各位乡亲 我周二狗 对不起大家 本想让大家吃顿献饭 可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家放心 这次治疗的费用 我周二狗一人承担 下午当务的时间 咱们公司正常结 另外 再补足 每个人十块钱的营养费 是啊 十块钱的营养费 有这么好的事 不错呀 我闺女还是有眼光 这个小斧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 人品不错 有担当 正言 二狗 这些人基本上都稳定住了 有些严重的已经让杨妖子拖拉机拉去卫生院了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小妹呢 我正想跟你说呢 小妹她肚子痛得最严重 送到卫生院的时候已经有些虚拖了 二狗 你慢着点 拉肚子不会有大事的 医生 医生 这里是医院 大伙论叫什么 对不起医生 我是桃花钩来的 那几个拉肚子的病人怎么样了 你是桃花钩的 你来得正好 这是他们的化验报告 蟹药 那 那他们怎么样了 大事没有 不过有一个叫王湘妹的 她本来就有点感冒 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现在还吃了带蟹药的食物 身体就更加虚弱了 我看你啊 还是报案吧 也不知道 是不是谢银花那帮婶婶们 忙昏了头 把蟹药当成了调料 这要是报警了 兄妹 你怎么这么傻 感冒了就休息 干嘛还去找水蜜桃啊 这次 一定花了不少钱吧 你那儿还有钱吗 不行的话 去我那儿拿点吧 兄妹 没事的 二狗有钱 你就别担心这些了 安心啊 把身体养好 我这次 是不是又连累你了 说什么呢 是 是二狗连累你了 喂 三毛叔 哎 兄妹好些了 乡亲们怎么样了 放心吧 村里那些人经过打针 已经基本好了 行 三毛叔 麻烦你帮我跟乡亲们 说一声 大家先休息一天 其他的 等我回去再说 好 哎 珊珊 不会出大事情吧 妈 你就放心吧 就算死人了 也怪不到咱头上 这一切啊 都得她都是啊 这事她必须负全责 你就放心去睡吧 啊 哦 没事就好 就怕茶到咱家头上 哎 这药啊 我们是去市里 专门买回来的 你去的时候 又没人看见 是吧 她怎么查呀 嘿 老子就是要搞死她 那就好 早点睡吧 啊 哼 慢点 你好好休息 我先去三毛叔家里一趟 晚些在来看你 嗯 好 你去吧 大事要见 那你好好休息 嗯 三毛叔 哎 二哥你回来了 怎么样三毛叔 没事了吧 哎呀没事 这身体啊 杠杠的 哎 来来来坐坐坐 哎 我二哥啊 你是怎么打算的 三毛叔 你觉得明天摘能行吗 行啊 大家都等了摘完头子拿钱呢 行 哎 这样三毛叔 再麻烦你一件事 陪我去挨家亚户跑一趟 我想把昨天的医药费 和务工费 还有卖果子的钱 都先结了 把该结的钱 先给结了 好事啊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走啊 走走走 快 빨리 小妹 你咋就回来了呢 都不告诉我一声 我没事了 那医院 我们来 买步 馁 物端 全fir ú 买步 估 Вы 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中午来的人不少 还弄饭吗 不弄了 通知大家中午回去洗 哪怕坐得慢点也没事 只要安全就行 好嘞 要不你到山上去看看 这会儿你输就行 那好 我去转转 这里交给输了啊 放心 你去吧 去吧 喂 陈局长 二狗啊 今天再摘了是吧 尽量多搞些 那个厂子里货物多了 他们也急 好的 陈局长 之前啊是摘半天 现在是摘一天 肯定比之前多 你就放心吧 一到城里 我就给你打电话 好 好嘞 好好干活啊 好 这果子真多啊 喂 想起来 咱们家把劲 晚上二狗给你们送票子去啊 好 好 好 团nh 喂 站住 站住 你们几个兔崽子 踏踏了我们桃子还想跑 可有力又忘法了 老头 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你这瓶 住手 这么说 没事吧 这几个兔崽子 砸烂了我们桃子 还想跑 你就是周二狗 你们是什么人 什么人 要你好看的人 打伤了哥这几个 还想赚钱 门都没有 你们 你们是说你找茬 对 老子今天就是找茬了 听说你周二狗挺厉害的 老子今天还要打断你的狗腿 我不知道我少林铁头功厉害 还是你的拳头厉害 兄弟们 给老子上 二狗 快跑 小子 你给老子等着 我先等着 等着 二狗 人呢 三宝叔 你跑那么远干什么 我这不是回家拿家伙去了吗 这拿家伙 也不至于跑出去那么远了 我还是使这家伙顺手 幸亏那几个兔崽子跑得快 要不然 一个个把他们剁碎了喂狗 二狗你没上事吧 没事 你咋了 三宝叔说你被刘子打倒了可急死我了 没有的事 没事就好 对了二狗 你还是叫妖子过来帮忙吧 我怕他们再回来找你 行 一会儿回去我就给砖上打电话 走 咋了兄弟 两天不见就想哥哥了 妖子哥 你就别拉你那砖了 下午赶紧来桃花钩吧 咋了 我这伤窝窝的小媳妇 还等我拉车红砖去了 妖子哥 你改天再去 或者换别人去 今天下午咱沟里来了一个 叫土豪金的刘子闹事 那小子 被老子拿秤砖打了头 暂时走了 你小子够鬼啊 人家那是金刚头专门练过的 你小子用秤砖去砸 够狠的 妖子哥你就别笑了 我这不是得下午跟车去市里吗 你过来帮我看一天 我这不是怕 那帮无赖再来伤了咱们乡亲们吗 行 那你先去 我等会儿来 好嘞 妖子哥 来 给 这啥呀这是 上次不是在厂子里找你拿了几百块钱吗 不是 这也用不着这么多吧 咱兄弟之间还只有这些 拿两千 剩下的帮我给香妹帮我存起来 你小子不让意 搞得这么水灵的一个娘们儿 一句话也不给兄弟脱了 嘿嘿 你够鬼呀你 改天请老子吃饭 行 哦对了 一会儿我还要去市里找陈局长 那就先这样 行行行 那我先走了 走了 慢走啊妖子哥 哎 陈局长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儿狗啊 你这两天辛苦了 我看明天再走吧 正准备明天走 这不准备找个旅馆住一晚吗 别去找了 我给你找一家 王爷的大宾馆 你贷那么多钱 住小旅馆也不安全 那 不合适吧 哎呀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咱们不是合作伙伴吗 这么点小事情 到时候我签个单就行了 走走走 嘿 喂 是莉莉啊 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城里啊 对 就是那个公家开的旅馆 什么 你要过来 这 晚上不太好吧 别废话 晚上就到 还有一个美女一起过来 还有美女 哎 嘿 二狗 别总想好事 你还是修炼修炼吧 总靠我给你力量可不行 你用一分的力 我就要花百分的力去支援 龙兄 我也想啊 可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啊 老子也不想教你这个没用的家伙 但是龙凤家族的祖宗就认定你了 我也没有办法 要不你和他们说去 好 你告诉我你们俩祖宗在哪 我找他们说道理去 哎 让他们别为难你了 你去死啊 他们早归天了 你去找他们去吧 你要再这么搞 我可不要你们了 一个破股前谁稀罕 你 说二狗 二狗你别这样 我哥都快哭了 好吧 看在风妹的面子上 哎 不过可要简单一点啊 我可没那么多闲时间 那我们晚点再来找你 为啥 为啥 你那两个女人已经到门口了 啊 莉莉 怎么了 看傻眼了 二狗 你不认识我了吗 杨 杨美玲 你咋来了 我咋就不能来啊 莉莉 你是怎么知道我出这儿的 莉莉她爸爸就是呢 你别 我爸刚好认识陈局长 所以知道你在这儿 好好好 对对对 莉莉她爸爸认识陈局长 嗯 哦 原来是这样 哎呀 就别愣神了 走 咱们去吃香烟去 哎 你 你们等等我 嗯 好 行 哎 干嘛呢 哎 哎 美女啊 跟着这片色有什么好的 不如留下来 陪哥几个耍耍去 没事莉莉 别怕 嗯 小子 知道哥几个今天为什么拦你吗 不知道 这市里灌头厂 是咱们兄弟的饭碗 要想在这儿做生意 必须得经过咱们虎堂的同意 明白吗 不明白 不明白 行 爷今天就给你上一课 交保护费 懂吗 不懂 娘呢 不可教授 超哥 不可交就给他放放鞋 要是这样咱们的厉害 上 超哥 不可交就给他放放鞋 要是这样咱们的厉害 上 妈的敢动老子的人 小的 把老子放开 超哥是吧 够猛了 二狗哥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二狗 你真是够厉害的 这么多人 硬是被你两下子搞定了 那可不 你二狗哥可不是你捏的 二狗哥 你怎么那么会打架呀 山里人嘛 从小就有几经历钱 打架可是祖传的 那 那夜宵还吃吗 吃 怎么能不吃 走 哥请客去 走 喂 风过没有 不是说好今晚修炼的吗 那 那 那好吧 靠 修炼这么神奇的东西 居然还要老子求你 你说吧 怎么弄 你去床上坐着 闭上眼睛 我用意念来教你 唉 二狗 我也将龙九天的心法 灌输到你的脑海里 先别管其他的 守住心神 跟随我的意念 运气走卖血 明天啊 你 什么事呢 明天啊 终于 齐 灰 Ethic 都 来来来 大哥 你终于回来 可想死我们几个了 别提了 老子这一住院就住了两次 没呀 老大 你看看 咱都回来了 要是还是不给那小子 一点厉害颜色瞧瞧 是真不行啊 要是再这样下去 这柳树真都混不下去了 废话 没事的兄弟们 这一次老子一定连本带力 把他讨回来 老大 你住院的这段日子里 咱也不是闲着 那二狗的底细 我全查清楚了 你说 凭虎堂的威力 能放过那小子吗 啊 蛤 啊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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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蜜桃都消出去了 这一会儿 你领着全村都赚了钱 我真为你高兴 你是香妹 是我的女人 二狗 这个存折 你还是拿回去吧 放在我这儿 我都失眠好几天了 啥 咱就失眠了 钱太多了 我怕 这才刚刚开始 以后还多着呢 我们这次才刚刚挣了四万 要是挣了四十万 那你不还得下次 瞧把你吹的 现金你怕 存起来你害怕 你可是要做我二狗的女人 以后要管的还多着呢 可吃你的吧 对了 香妹 一会儿我得去趟镇里 妖子打电话给我 说是有重要的事要商量 去吧 早点回来 那我先去了 来 二狗 快点快点等你了 喝酒 啥 大老远把老子喊来 就喝酒来的 走走走 来来来来 走走走 来来来来 找一个找一个 周老板 你那事儿 给二狗说来听听 什么事儿 那么什么意儿 阿狗啊 我寻思 咱们兄弟仨合伙开个修理厂 怎么样 修理厂 对 那个金手指这吧 他差不多把整个柳树镇的修理生意 都给垄断了 多亏前一阵子 你们二位兄弟这么一闹 我的这个生意 有点起色 可现在那个 土八王他又回来了 我这生意 没了 这没生意 合伙开大修理厂 不亏钱吗 这不 这不由你们二位兄弟在吗 他土八王 他多少有点那个 那什么吧 对 对 要的 小子哥 你觉得这事儿 行头吗 行 他土八王不是贴满一块 他要再敢乱来 老子照项不悟 二岗 你这个可以投的 好 咱们就合伙 不过 得出多少钱啊 钱的事儿啊 二位兄弟 就不用管了 都我包了 你和羊腰子 就占肝骨 每人每年 我给你们百分之十的分红 那不行 是兄弟 就都得出钱 好 就这么着 我算了一下啊 如果每人出一万块钱的话 咱那修理厂的规模 一定不必金手指差 如果二狗子你和腰子拿不出钱的话 把钱也行 就就就就规模小一点 就每人一万 啊 不是 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那钱都花点是裤裆的呀 这样 腰子哥的钱 我出了 我出两万 朱老板出一万 腰子哥 就给他占点肝骨 这样行吗 行 就这么地了 二狗子你出两万 就占五成五 我出一万 就占三成 腰子 你一分钱没透 就拿一点五成肝骨 可以 行 行 行吗 行 好 腰子哥 我那边还有生意 这边就劳烦你和朱大哥 多费心了 你说这话干啥 有我在放心 好 二狗老弟 你有事你就忙你的 这没啥事 你就甭管了 好嘞 成了呀 那咱们正式聊好了 喝酒啊 来来来 搞一个 搞一个 等我快 等我快 陈局长 老公啊 你打听一下 咱里有大批量的山河洞 外面有个加工厂 打算记忆批山河洞 还是老公回去啊 你哪里回吧 哎 行 我明天下午就去找 行 有消息人马上通知我啊 哎 好嘞 大姐 村长家怎么走 你找村长 我们村的路不好找 我带你去吧 哎 谢谢啊 村长 谁啊 谁啊 妹妹 我找村长 妹妹 谁是你妹妹 不好意思啊 美女 村长在家吗 找村长什么事 跟我说吧 哎呦 美女 我找村长有急事 你帮我喊一下呗 她就是村长 她 她 怎么 不信啊 王庄子村长张小玉 说吧 你刚上任吧 对啊 大学生村官 不像吗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我叫二狗 周二狗 是隔壁村子的 我最近正在收一批山核桃 你们王庄村子 不是种了很多山核桃吗 所以想来问一下 周二狗 这名字挺特别 没错 是种了 要多少 有多少要多少 真的 当然真的 我总不可能骗个小姑娘吧 你明天帮我统计一下 一共有多少 然后我们回头再联系 对了 这个新果和老果 一定要分开 价钱可不一样 行 没问题 我明天就要统计 对了 怎么联系你啊 打我电话 手机 行 行 咋了 耀子哥 二狗 在哪儿呢 下午出去办事 刚要回来 太好了 你先别回去了 再来一趟镇里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 上午我们不是刚刚喝过酒 又有重要的事 别废话 你马上过来 哦 好好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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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呃 什么事啊 有我跟黑哥喝酒重要吗 呃 呃 一条里的劲儿都没有 什么事 老大 朱家修理店在咱这儿 开了一个比咱这儿还大的修理厂 房子已经租好了 就在以前的毛坊厂 什么 开新修理厂 他是吃错药了吧 就珠山水那小子 连小小子修理店都干不了 还敢扩大 唉 老大 这次可能是真的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亲眼看到珠山水 把那空厂房给租了 羊腰子跟二狗都是股东 他们真的打算开场 哼 沈爻 你先别动他 等他建好设备开业那天 给他来一把火 老子就不信烧死他 呵呵呵 好 老大 我也觉得 该给他们来一点教训 你们俩 我定好了 嗯 好 走吧 嗯 妖子哥 大晚上又折腾啥呢 二狗 走走走走 整这么神秘 肯定是好消息啊 二狗子 好消息 厂房 这就是图纸 这是咱修理厂的厂房 总面积可有五百多个平方 你瞧瞧 山水哥 你这够迅速啊 上午咱们才刚刚聊好 这晚上地都找好了啊 哎 姑姑 这地方是真心不错 这厂房就是镇里以前的毛支厂 这地方我已经瞄了很久了 嘿嘿嘿 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开业啊 呃 后天咱们就去进货啊 顶多一个星期 咱们就可以开业 这么快 必须的啊 来来来来来 你看 看啊 这儿 可以放到这儿 对对对 看这儿 对 是不是这样 哎呀 哎 哎 哎呀 火山都已经搬到我这儿住了 等书开夜了 我们俩一起搬到厂里住的 这么晚了 你别回了 在这儿住吧 别了 你这地方 多一个人都睡不下 我出去找个旅馆 啊 走了 走了走了 慢走啊 慢点啊 哎 慢点儿 好嘞 哎 大晚上欢有啥呢 害我抓你半天 沈克又见面了 老婆 原谅我 跟我回家 原谅你了 下不为例啊 啊 帅哥 今晚多亏留你 第二次见面了 可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 我叫周二狗 我 坐吧 当自己家一样 别客气 我呢 叫江洪 不过 前几天 你为什么突然躲在我家里来 是在躲什么人吗 我 江洪 你关上门 我不喊你千万别出来 你 小心点儿 土霸王 土霸王 你还想住院不是 是 别 小张 老子往日不敢动你 今天可没那么容易了 别老子跪下 老你不死 不贵 不贵 够主 你们办你们事 这小子 交给我 兄弟们 留下来 这小子 我 不会 有 有 二狗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跟老子回家吧 你是谁啊 放开我 辉哥 回家喝酒 走啊 放开 二狗 二狗 放开 走 二狗 坚持住 想办法先回桃花村 喂 瑶子哥 二狗 你在哪 你坚持住 我马上过来 王小妹 王小妹 二狗 二狗他怎么了 先进屋 先进屋 瑶子哥 二狗他是咋了 他怎么了 先别哭了 赶紧救他 我怎么救 我去找张言 别别别 医生救不了他 这样 你去龙溪河 调滩水 给他擦身子 高人指点过的 只有这样才能救他 一定保持 他身体是湿的 不行 不能停 这样 二狗交给你了 我还有急事要办 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大树哥 你 怎么现在才来 老子等你半天了 不是那车那个 朱特莎 你电话里 到底说的什么事 你跟老子说清楚 这不是二狗 跟你家相配那点事吗 什么事 你跟老子好好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天晚上 我亲眼看到他们俩 那个 那个啥了 滚开 大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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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 臭婆娘 臭婆娘 你 你 猪二狗 你给我起来 你 装死是吧 起来 你 别跟老子装死 起来 求求你 你别动他 他受伤了 你别打了 你别动他了 起开 受伤是吧 受伤他妈的更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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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弄不死你 这红角野外 把你扔在这 看他们谁来救你 龙九天功法 居然这样突破了 恭喜你二狗子 你进入了修炼的二重禁忌 杨妖子怎么搞的 就这样把老子扔在这里不管 二狗 二狗 放开 感谢虎堂的支持 飞哥 以后就当自己家 插来玩 大哥 现在那家我走了 那女人 给老子看着点 放心吧老大 我给你看着啊 女儿 哥来了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土包啊 把江湖给放了 抓一个女人算什么玩意儿 给老子拦住她 救命啊 江湖 别害了 没用的 让他们在外面玩 咱们在里面玩啊 放开我 你这个猪神 别挣扎了啊 别挣扎老子也喜欢 江湖 二狗 二狗 江湖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你 没事吧 耀子哥 没事没事 先带她赶紧回家 去你呢 江湖 你没事 没事了啊 江湖 二狗 多亏你来得及时 不然 不然我就 一切都过去了 放心 还有我呢 喂 二狗啊 你死哪儿去了 不得了了 你赶快回来 怎么了 周大柱回来了 应受汪香美和你好生了 现在正在屋里闹呢 你赶快回来啊 再不回来 周大柱就要杀人了 什么 江湖 我先回去一趟 二狗 记得给我打电话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臭婆娘 臭老子不在 你居然敢偷男人啊 你把二狗弄哪儿去了 好你个死女人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那个野男人 倒是打死你 我 大柱 你能了是不是 初秋过来大半年 全没看你们拿回来一分 脾气还见长是不是 臭男的也没啥 你到底把二狗怎么样了 他要是有个好歹 我跟你拼了 好你个死女人 给我让开 我今天非打死你个臭女人 住手 这个外乡的姑娘还不走 还继续动手 你个外乡人 别敢管老子的事 给我走开 你看看 今天 我打死你我 他怎么能动手呢 太大重心 二狗来了 又是谁 姐夫来了 二狗你没事了吧 你担心死我了 小妹 你没事了 你受委屈了 欠人太深 我 你 印子印子 张燕你给小妹处理一下 各位乡亲们 我二狗是你们养大的 你们就是我二狗的再生父母 没错 我是喜欢小妹 今天在这里 给大家公开这件事 我要小妹 做我二狗的女人 希望各位乡亲们 能答应二狗 好好好 好事啊 答应你 谢谢乡亲们 谢谢 这 我 大树哥 我尊敬你喊你一声歌 你早就跟王小妹离婚了 使你一时单方面纠缠她 从今天起 王小妹就是我周二狗的女人 你要是再敢动她 试试 你 我看啊 这事大家还是 好好商量商量 对对对 还是和平解决的好 和平解决 他搞老子女人 你让我和平解决 把扁单放下来 不再说话 不然 我打断你的狗爪 行 二狗 你要女人也行 你给我拿五万块钱 一起好商量 要不然 把怨判的离婚 老子不认 周大柱 你休想 你还不如去抢 那这钱 你给不给 今天我要是把钱给你 我就是在侮辱香妹 我周二狗的女人不是用钱买了她 但是 这房子多少钱 我买起来 这房子香妹也有分 多少钱我会给你的 给多少钱 这房子 这房子按村里的价格算 也就值三千块 不过这两千老破房子 也就值这个价了 对 这个房子就值这个价 最多给你三千 这个房子我们买了 三千 这也太少了吧 周大柱 我也不为难你 这房子 加上外面的拖拉机 我一共给你一万五 行 我答应你 就一万五千块钱 不过 明天早上 你要给香妹 写个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骚扰她 这容易 明天 我给你写保证书 你把钱给我 我保证以后 绝对不会骚扰你们俩 行 那你先走吧 行 你们忙 你们忙 这个周大柱 这不是个东西 小妹 你以后就是自由人了 不 应该说 我就是你的人了 我 我先走了 张燕妹子 燕儿 燕儿 那我们也回了 走走走 那我们也先走了 就算了吧 算了算了 算了吧 大家都散了 二狗 答应你的保证书呢 我也写好了 这钱 小美 小美 我们改天去把结婚证理了吧 这样我们就能名正言顺了 小美 我最近火气比较大 讨厌 喂 张村长 有事吗 二狗 那个山核桃的事情已经统计好了 大概有五万斤今天刚打出来的新核桃 还有两万斤的橙核桃 行 那你让他们先用麻袋先装起来 我明天过去装 好 小美 我一会儿去村长家一趟 明天还要带村长一起过去 没办法 你男人没文化 真可怕 去吧 去吧 那我走了 嗯 你看这个长得多好啊现在 这个 嗯 二狗 你在家不陪着你家乡妹 找哪儿 溜达呢 齐连 又到周末了 妹妹 你怎么了 好狗不挡道 让开 去去去去 别惹我家妹妹了 我家妹妹心情不好 谁心情不好了 我开心着呢 开心着呢 开心你还这样 是是的 张燕 你怎么在这儿 嗯 我在这儿待会儿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那 那我走了 哎 二狗 你陪我待会儿吧 啊 二狗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说什么 张燕 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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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狗 我喜欢你 史金教授 这一次应该没错了吧 没问题 肯定是这里 好 只要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野田家族 绝对不会亏待你 你打算怎么做啊 桃花沟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逃不出我们野田家族的手掌心 这样 你以考古的名义进入桃花村 查到具体的位置以后 立马通知我们 好 我先带爱丽丝过去 不过 这经费问题 史教授 放心吧 钱不是问题 明天 我就通知我们野田家族给你的账户 打进二百万美金 剩下的三百万美金 等你告诉我具体位置以后 我们再付清 哦 好好好 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